突然眩晕,不太不稳,有可能是隐原性中风哦 卫福部基隆医院神经内科医师黄旭东表示 中风的情况有好几种,而所谓的隐原性中风 和一般常见的中风原因不太相同 并且举一名70多岁的老太太病例指出 一开始老太太就是有突然眩晕,倦怠和不太不稳等症状 且有高血压病史,但是一开始依照正常程序 做脑部核磁共振检查,只有散在性的小中风 其他检查包括头颈部血管没有狭窄或阻塞 也没有心律不整或血栓等情形 最后在安排腹部电脑断层CT检查后 才证实是胰脏癌恶性肿瘤引起的相关隐原性血栓性中风 恶性肿瘤是我们这次进一步检查才查出他有恶性肿瘤的 这个病人完全不知道,对,这也是一个很少见的 他算是良性还是恶性? 恶性他怎么会不知道?应该会有症状 其实恶性肿瘤的话,病人有时候在初期不会知道任何的状况 对,很常都是因为健檢,或者是 我们现在台湾有在塞,就是有普塞嘛 四大塞检,四海塞检 每到几年之后,对,没错,颅癌 那时要定期去追踪才会知道,平常不会有症状哦 可是刚刚那一位病患不是因为第四期? 对,这是刚好这次检查出来才知道他是第四期 之前都没有那个病人 完全不知道 第四期真的很严重? 第四期,第四期就是默契 不过不管是哪一种病因引起的中风 黄旭东医师呼吁民众可以牢记脑中风早期症状 FAST口诀 如果民众发现微笑举手以及说你好都做不到时 就有可能是中风的症状 务必把握急性中风抢救黄金三小时 尽快拨打119送医检查治疗 那之所以会定说三小时是认为说在这短时间内 如果是在适合做治疗的个案 我们去为病人做静脉血栓溶解剂的施打 病人的预后是相对会比三小时以后的病人来的明显改善很多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会把时间拉在三小时以内 当然越早送来越好 50分钟一小时两小时 那个当然更好 预后一定会更好 只是超过三个小时之后 随着脑中风的时间拉长 脑细胞会以每分钟几百万的个数在死亡 对 然后死亡之后会吸引一些局部的脑组织的神经发炎物质来导致发炎 也会增加粗血的风险 越晚施打血栓溶解剂 粗血的风险越高 超过三小时之后 施打其实帮助已经跟他的坏处 已经很难去有一个明确的趋势 记者吴俊松 吉隆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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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